对方有三个故事 声泪俱下地告诉了我们 努力的意义 感动人心的力量 是一个正向的价值 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各位 我们怎么会站在努力的对面 认真的努力 这些价值是正向价值 我们不知道吗 我们把他听奇葩说 结果是告诉我们 努力是感人的 努力要得到肯定 你们刚才所使用的 那些情境当中所用的话 全部都是 你记得吗 你的队友过来跟你说 你真的很努力 感动 第一个点 告诉我们教育要转换 跟学生说 你真的很努力 鼓励教育 便提第一个字是什么 他 他真的很努力 不是你真的很努力 你知道这两句话 身份上的转媒 会带来什么区别吗 想象一下一个妈妈 非常好的妈妈 给自己孩子说 你真的很努力 温暖 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 跟一个孩子说 她真的很努力 温暖 压力吧 这是你倡导的教育观念 沈提好像错了吧 对方三位 我听到这里 我才听出来 从源头切断了 所有对方的点 然后是心态 董小姐刚才中间 说了一个点非常微妙 哎呀 正好是我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的 他说你看 努力是个很好的价值 然后我们称赞一个人 我就算称赞一个 第三人称很努力吧 我说一个人 表扬他身上当中 一个很好的特质 为什么会让我们 听着有点不开心呢 董小姐提出了这个疑问 庞老师也提出了这个疑问 然后他们认为说 心态的问题 听的人 你心态要调整 哎呀 你们缺一个传播学的老师 我来告诉你 这句话所引起的奇异 到底是听者心态的问题 还是表达本身的问题 后者才是答案 这句话表达本身有问题 为什么说 他真的很努力 是一句不好的话 在传播学上 这句话是一句 噪声很大的话 一首歌 如果噪声很大 不是好歌 它会影响它旋律的表达 一句语言 如果噪声很大 不是好语言 因为它会影响 意思的表达 这句话噪声大在哪里 就大在你根本 没弄明白说话的人 到底想说什么 你知道这个问题 核心出在哪吗 这句话当中 真的这个词表示强调 它像一束追光灯 就亮了 现在它需要在你身上 寻找一个特点 来对你进行描述和评价 没错吧 然后这个光 就在你身上的很多特点里 你开始照耀照耀照耀 把努力这个点照亮了 啪 它真的很努力 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给大家一个日常语言交流 和沟通过程当中的小tips 当你想要照亮一个人身上的点 来表示赞美或者评价的时候 请注意 形容它的结果 不要形容它的过程 因为形容过程本身 会迅速地引发奇异 我举个例子 杨其涵如果谈恋爱了 我要形容它 这个时候我可能有以下几种表达 我会说 在那段爱情当中 杨其涵他很幸福 这是一句噪声很小的话 这是一句好话 试想一下 我开始形容它的过程了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在那段爱情当中 杨其涵很勇敢 你们笑了 有没有感受到奇异 杨其涵那段爱情当中 他很坚韧 这是你们听者的问题 还是我说话人的问题 当我在形容过程的时候 噪声开始出现 因为奇异开始不断出现 而奇异都在影响到 负面信息的过程当中 我一说他爱情当中 过得很坚韧 我们就开始想 我天哪 他女朋友又是个什么人 如果我用刚才这句话呢 在那段爱情当中 杨其涵他真的很努力 有没有一下觉得 他开始卑微了 他开始艰难了 这个词不仅仅在形容 他同时还在描述环境 同时还在不断地延展信息 噪声的力量 感受到了吗 陈铭就是厉害 这个正好是陈铭老师的专业领域 他这个叫 就是我们上传媒学院 第一课讲的内容 当我们在说 他真的很努力 字面意思是 过程很努力 隐身意思是 结果不是很好 但我们不想提起 因为我们可能善良 你把这两点 做一个逻辑分析 你会发现很奇妙 一个人又很努力 结果还不好 他是不是天赋不太好 他是不是机遇不太好 无数的负面信息 开始在后面滋生 你以为到这里就完了吗 还没完 好烦 记住第一个字是什么 记得吗 他 这是在背后说人的 他真的很努力 他不一定听得见的 这一句话 这个表达者 他是在把 这个人身上 过程又很努力 结果还不太好 而且他其实天赋也不太行 所有的讯息 向第三方不断地传播 这才是这一个 表达完整的语境 六个字是不是很复杂 语言的意思 永远不是由 字面意义决定 是一个社会环境下 约定俗成的结果 它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在他语言背后意义的理解 如果大多数人 听到这句话 都会有奇异的延展 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收回它 如果我们觉得 一个人是好人 我们希望好人越多越好 如果我们觉得 一句话是好话 我们可是希望 这句话在这个世界上 越多越好 这么危险的话 如果对方觉得 他越多越好 我很害怕 谢谢 谢谢 好像我们 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爱奇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